第127章 三财劍法 对于铁六叔来说 没有什么比魔主的安全更加重要 在他们的心目中 魔主的行事作风、手段 虽然比以前改变了不少 但是 所表现出来的才能 令到他们惊叹不已 他们是真心接服 顶礼莫拜 魔门几百年来所期盼所追求的大业 一定可以在魔主的英明神武领导之下完成 所以 魔主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损失 就算没了一条命 也要保护魔主的安全 虽然铁六叔是这样想的 但是那个何小宇就不是这样想的 他越走越去人烟稀少的巷里面 突然间 一部马车走过来 停在他的身边 车帘掀起 露出了书雨由全部都是春心荡漾的棉珠灯 何小宇才不理你什么魔门大业 不停在车里面 书雨由也逼不及待地 躺在何小宇的怀里面 两条肉臂 好像蛇一样 纏住了他的颈 红顺堆裂炎 两个嘴唇 交纏在一起 细细的水分 不停不断流出 在两个嘴唇打漏交纏的时候 竟然还有 细细的气喘声 不停 马车走前了一会 就停了一个没人走走的文宅旁边 衣衫不整的书雨由 拉着何小约下车 不停 匆匆地进入了文宅里面 这个文宅 是其中一个秘密藏身的地方 表面上看 和普通文宅没什么两样 甚至乎花园中堂都一模一样 直至入到寵室里面 简直令人怀疑 是置身神仙的洞府 不算很大的寵室里面 从布置到摆设 都是极其豪华 粉色的公三银杖 雕花大床 大红袍的面皮 布置到极有情调 何小约心中一档 嘶 咦 不过 怎么这么似现代的一楼一房 喂喂喂喂 书雨由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当何小约还在打亮着 这个装饰到 好像神仙洞府那样的寵室 书雨由已经逼不及待 一下子把何小约推到床上 然后就在帮他欢衣解带 咦 这个 是什么东东来的 当他摸到何小约福布那里 竟然有一支长长的东西 书雨由一面好奇 这条东西嘛 它可以用来保护大家 又可以 令大家快乐 何小约很明白 书雨由摸到 它腰间下面的配枪 但是 他又含糊其词地解释 令书雨由对他有所误会 他为了避免书雨由再次摸到那样东西 他唯有卖力工作 引开书雨由的注意力 何小约在一楼一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傍晚 回到家 莫言正在帮典禁换药 他跑到典禁的房间 将三材劍阵的事一说 莫言倒下头在想 这个时候 半分在床上的典禁 他低声就说 这个主意 这个主意多好啊 其实 他身上的伤病不是很严重 但多数都是皮外伤 没有伤及筋骨 这件事就是追杀他的鬼宗弟子手下留情 至于为什么暈了 就是失血过多的原因 说到最严重的 就是面上的劍伤 说话识一牵拉到面部的伤口 哎呀 即时痛到眼无金星 莫言即时瞥着他眼睛开声说 哼 不想死的就跟我收声 典禁伸出手做了几个手势 安乐武就醒目了 即时拿来不默 紧接着他在纸上画起身 虽然画得欲酸了些 但是何小雨他们也看得出来 却画了一个盾牌 两边就是长矛 莫言若有所思的 怎么个头画呢 不错啊 盾牌手突然 长枪手 居左右两侧 相配合 不错啊 哈哈 真适合 真适合 这人真是有一手的 何小雨即时问 点净 你会不会操练兵马呢 点净即时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识 何小雨 吓吓一笑 哎呀 以下就正了 起码不用麻烦猿肉 哈哈 徐三公子 给你了机会了 你看看你啊 笑成这样 都不知道人家应不答应了 点净又在纸上写着 在下的命 是何大人 和夫人救的 救命之恩 当涌全相报 以后 点净条命 就靠给何大人了 他看着何小雨和莫言 眼里面全部都是激动 感恩的神情 如果不是全身 被人包到成只肿 他真是起身要叩头借恩 何小雨和莫言对望了一眼 两个人都笑得见岩见眼 其实呢 莫言是出了小小术的 带了一些激将法 点净又知恩图报 为了报恩 他又怎会不答应呢 何小雨又吩咐他 好好养伤先 早日康复 然后就跑去浸温泉 呵呵 何小雨真是醒目了 因为女人壳皮草上来 真是比福尔摩斯的 那些女人的鼻 升得很死靈的 什么香水的味道 什么烟纸水粉的味道 他一闻 就知道 和自己釀的完全不同 更加是什么牌子 是什么女人釀的都猜得出来 真莫言还未有空 哎呀 快把罪证全部洗干洗淨 何小雨一路浸 一路在想点劲 对于她的悲惨遭遇 何小雨真是有点心说 唉 她身体现在很虚弱 说几个字已经喘大气了 唯有让她伤好 才再慢慢闻清楚她 第二天的一组 何小雨和莫言就来到军营 有三个近卫 先示范三才劍阵的进退配合 其实这个劍阵只有一个名 是一个很普通的劍阵 但是多数武林人士都懂的 但是 这个劍阵的威力 就要看个人的修为 更加是看重三个人的配合 根据三个人的修为和配合日渐精进 她的威力 可以达到无穷那么大 临远她们看得开心到死 因为女人的体贞 天生不如男人 如果上战场硬碰硬的话 吃底的一定是女人 有了三才劍阵 三个人一组 互相配合 一防一攻 进而有罪 哈哈 说不定 驱克敌制性 嗯 好 真是好 看着操练阵的三个近位 居中持盾的 就得前防雨 左右两个挑刺拍打 但是河小鱼拋了头 她硬的感觉 差点点 嗯 差点什么呢 河小鱼就顺手了一支长枪 不停虚似了几下 但是仍然想不起来 莫然是见她皱眉的 哭下声说 上宫在想什么 河小鱼哭下头在想 似乎没有听到莫然的问话 布晶仪在旁边的剧剧声笑她 哼 十乘十啊 去云柏被狗公主勾走了 睡着 河小鱼心中一阵 一拍过头 好啊 是的 我想起了 三个女人都很好奇 她马上问河小鱼 想起些什么 河小鱼就用枪毡 在草地上画了一个 跟长枪差不多样的东西 然后 在枪毡的下部份 一画 就画了一个 杜欧 哈哈 欧廉枪 莫然是一呆 但是 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笑口含含的 走上前 吃了河小鱼一口 原来 攻击敌人的时候 长毛一般挑刺 一次落空 就要收回来 若果是欧廉枪 收回来的时候 仍然可以攻击敌人 就算是一击落空 亦都会被敌人 有喘息的机会 然而 欧廉枪的妙用 亦都好多 对付骑兵 亦都可以做 勾脚枪 何小鱼一说完 布精儿就是萧奇奇 好开心地说 我就知道 上公是个天才来的 哈哈 继续说 继续说 我喜欢 莫然萧奇奇 别敢撕了撕布精儿的鼻子 拆鞋了你 面上的表情 充满了赞同的说法 看来 自己的老婆 相处得多好 到最后 为了他尽快达到 配合默契的程度 何小玉要的女兵 自己挑选同伴 那些经常都在一起的 彼此都了解对方 默契一定会比其他人要好的 这样一来 熟练度很快就提升上来 这样一提依 三个女人即时夸掌他 哼 如果自己的相公 可以改了花心大罗伯的性格 坚持是一个猿人 但是 他们哪知道 江山二改本性难移 要何小鱼改了花心大罗伯的性格 简直被猪腊上树 还要拦 何小玉要临远 进行了训练女兵的练习和配合 欧廉昌 就要慢慢请 这件事就唯有他自己出面 从兵部出回来 想后几天 没见过匪药圈 心里面都很想念他 所以在街上买了个风筝 在匪府附近放飞了 为什么要放风筝呢 原来他和匪药圈约好了 如果有时找他 就放风筝 他就会出来相见 忽然间 他见到匪府的后门打开了 匪药圈的后门伸出来看 何小玉笑骑骑跑过去 一声 一夜入了门里面 第一笔十八集 古流的曖昧 匪药圈刚刚想出世 想问他究竟有什么急事 难不防 被他一夜抱住了 整个人就入了何小玉的怀里面 那个嘴仔被人封住了 激直那 prest när ching 何小玉又被人忿得ращit その時 coloca 他二丫头正看着匪药圈 滑上蜂蜂的匪药圈 嘴仔嘴仔的挖起了何小玉一眼 喂 这个时候 何小玉才发觉 来他们不是好远的地方 竟然站着几个 Level convicted 那几个侍女看着他们 扔低头就嘻嘻声低笑 哼,怪不得,肥药圈这么害羞 他拗着头,傻傻的就站在那儿 肥药圈就没了他扶,问他话 有事啊 肥药圈一路问,一路就满面丑红的扔着头 哈哈,那当然有啦 要见我个圈姐姐哦 这件事还不是头等大事 肥药圈即时又瞪了他的眼 面颊上越来越红了 真是叫美动人 肥药圈叹了一声 唉,有四个嬌滴滴的美人 常常都陪着你,你会闷吗 四,四个? 哦,他连狗公主也算了 小月嘴角一样 咸咸咸湿湿的说 哈哈,你别这样啦 最多我解开三楼给你看看 究竟是否是真的 最多我解开三楼都不行 你,你刀开我吧 你刀开我的心 看看究竟是否是真心 肥药圈又瞪了他的眼 哎哼,是只看你的嘴巴 忽然间,他想起什么 吃了一声后就说了 對了,郡主叫我陪他上中古樓玩,要不是你都一起去吧 賀小玉一聽即時心頭一跳,還未回答,匪若圈又說 不過你要幫我們做幾首詩 賀小玉一聲拍了心口,當然啦 郡主和他們一起玩,要他作十首八首都沒問題 這些才女,隨便拿一些唐詩送詞,已經哄到他啪啪聲響 匪若圈一聽就很高興 然後不由分說,將賀小玉一推,推到出門內 然後自己起枝枝跑開了 匪若圈坐著馬車,去到康王府接校朱郡主 而賀小玉就先到中古樓下面等候 這個中古樓是黃城很出名的建築 隨便打聽一下就知道在哪裡 賀小玉就在古樓下面等著 很快,匪若圈和孝珠郡主就到了 兩個女孩子嘻嘻哭下車,正準備登樓 誰不知匪虎有個家丁趕過來,說老爺要找他 要匪若圈馬上回去 匪若圈也很無奈,唯有告辭離開了 孝珠郡將望了何小玉一眼 無理到他,才不行登樓 而他的貼身士皮奇異就跟了在後面 何小玉即時急急腳跟了上去 而鐵六叔和幾個近衛也很識趣 離遠地跟著他們 其實在之前,所有近衛已經登樓看過 樓上根本沒有人 除了偶然,有些文人雅客會上樓遊玩 感慨一番之外 比起平時,又有誰那麼有空上一個爛樓玩 自己生氣都來不及忙 而那些有錢的公子哥兒 確實去上樓遊玩 但是去青樓,十層高的古樓 不斷一層一層走上去 嘩,腳真是挺累的 孝珠郡珠和奇異已經氣合氣喘 估計還有兩層到頂樓 鐵六叔和幾個近衛都停下來 在手樓梯 而奇異也很識趣停下來 讓孝珠和何公子單獨登上頂層 孝珠郡珠在前面走近 而何小玉就緊跟其後 何小玉擔高頭望過去 嘩,孝珠郡珠的小蠻腰 在迎風擺露地扭動著 嘩呀,真是左左動人 可惜,真可惜 再過幾天,這個美女,這個女神 她就要大婚,成為了太子妃 嘩! 忽然,孝珠郡珠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尖叫聲 她腳下一滑 嘩,整個人即時往後一往 何小玉害怕,即時用手接著 嘩,郡珠 這個時候 下面傳來了奇兒和鐵綠叔他們惶恐的叫聲 聽見下面凌亂的跑動聲 何小玉即時開著 嘩,沒事沒事沒事 見到隻老鼠而已 哦,原來虛驚一搶 下面的鐵綠叔和奇兒 個個都喘大氣了 嘩嘩,今天當然不可以讓你們上來了 嘩嘩,現在真是柔軟之極 嘩嘩,嘩嘩 嘩嘩,孝珠郡珠那些體香 嘩嘩,真是聰老提神 何小玉抹著嘴在那裡笑 嘩,更加要命的是 她剛才情急救人 一隻手抱著孝珠郡珠的千腰 而另一隻手,嘩 就碰到了孝珠郡珠的山峰 嘩嘩,這個山峰 真是頗彈手 真是頗柔軟的 孝珠郡珠還是驚雲未定 嘩,剛才一隻老鼠仔跑出來 將牠嚇到雲飛拍散 差點就跌了在那裡 幸好有何公子及時相救 不是呀,跌了下去 不死都一身散 孝珠郡珠喘了幾口大氣 慢慢回過神來 忽然間 牠感覺到某處地方 好像…好像被人按住了 牠即時醜叫一聲 然後全身打散冷震 這個時候 我小羽又聞著動人的體香 感受到柔軟的肌膚 哎呀,就是覺得 肉血膨脹,斜念橫生 哎呀,真,真該死呀 這個感覺真的太棒了 如果這個時候 時間可以停止這麼多好呢 抱著這個美女 抱著這個女神 實在是一大的享受 何小羽腦裡 胡思亂想 整個人 就像鵝掌一樣站在那裡 他靜靜地 抱著孝珠郡主 一點都沒有鬆手的意思 而那隻左手 仍然握著在封頂之上 而孝珠郡主 不知道 是不是被剛才的驚客客傻了 還是什麼原因 他整個人 亦都是動都不動地 捱著何小羽的胸膛 半天都沒有反應過來 剛才的驚客 他仍然心有如貴 兩隻腳軟脾脾 幾乎是支撐不到自己的身體 而在驚客之餘 男人的身體接觸 所帶來的異樣感覺 更加是前所未有 令到他身體鬆鬆麻麻 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這種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覺 就像電流一樣 瞬間傳遍了他身體全身和神經 甚至乎 連靈魂都在陣 他腦袋裡一片空白 幾乎是沒有辦法思考 好了 而時間 亦都好像停止了 這個時候 奇妙又很不識趣地大叫棍主 孝珠棍主一整身一陣 低呼了一聲 在何小羽的懷裡即時跳開 他欲甲匪紅 好像朝陽一樣 羞愧動人 他捱著樓梯 才慢慢撐住了蘇軟的身體 唉 可惜 可惜 沒事 孝珠棍主又含糊地應了一聲 唉 這個奇妙 真是 唉 這個時候 孝珠棍主又靠著樓梯 揣著大喜 再也沒有力上頂樓 何小羽大手一身 即時 他本能地向後一縮 面臂上 就越來越醜紅了 但是 那隻大手仍然很堅定地放在他面前 他膽怯地伸出右手 放在那隻 又堅定 又有力 又令到他心頭 聲跳的右手之中 完全是借助那隻大手的拉扯之力 他一步一步向上登上去 似乎 過了很長時間 終於上到頂樓了 他氣喊氣喘地站在窗前 在搖望遠方 本來 本來 深秋時分 已經令人感到絲絲寒意 這個中古樓又高 又身處頂樓 寒意更加濃 加上剛才驚嚇了一番 他全身出了冷汗 秋風一吹 他即時打了個冷震 他本能地縮了一縮身體 嘻 嘻 靚女動了 看來 是我表現的時機了 柯小羽怎麼會放過我這個好機會 她即時脫下外袍 被罩在孝珠棍主的身上 孝珠棍主一身一陣 心頭即時 勇氣一股暖流 似乎 好像沒有那麼冷 柯公子不單是英俊 還博學多才 而且還體貼入尾 哎呀 萱姐姐真是幸福的了 他想著幾天之後 自己就會成為太子妃 不禁憂憂地嘆息了一聲 第129章 雲世間 情為何物 太子妃 是有多少少女所向往 眼紅 以及妒忌的一個身份 但是她一點都不稀罕 甚至乎有點討厭 因為 這是一個帶著政治的婚姻 她生在皇后之家 貴為郡主 竟然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幸福 真是莫大的悲哀 忽然間 她一陣酸哉湧上心頭 身體馬上頂不住這些闊闊聲的臭風 即時便打起冷震 流窗風大 不要站在那裡了 耳邊忽然間傳來了 又輕柔又體貼又關懷的低沉聲音 忽然間 她千腰一緊 背部就捱到了 又堅強又溫暖的心口上面 這一次 她沒有受到驚嚇 亦都沒有發抵騰 連一些害羞都沒有 只是感覺到很自然 很溫暖 很安全 她有點懶洋洋地 捱在那個心口上面 靜靜地看著遠處的景物 陰入闊闊式的秋風在試略 聆聽著彼此的心跳聲 聞著一個男人的氣息 觸碰著那個暖暖的體溫 二日刻 她只希望時間永遠停止 柔香軟肉抱滿懷 二日刻 何小雨根本就沒有絲毫的邪念 只是靜靜地擁抱著孝珠郡主 聞著動人的體香 感觸著她柔軟又滑柔的軀體 問世間情懷何物 即交人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鴨 老自己回寒暑 尼別府 就中更有痴而淚 君應有雨 秒雲曾萬里 天山無雪 指影向誰去 恍憤怒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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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裏反覆默念著 細細品味著詩裏的神韻 兩行青淚 不知不覺就滑了下來 綠遊記首詩 何小羽一時有感而發 並沒有特地哄孝珠郡主 忽然間 他感覺到手背有液體滴落 他心中一熱 忍不住即時把軀體翻過來 射上了有人的紅順 孝珠郡主微微震了一下 兩條玉碑慢慢繞住他的頸 他在熱烈回應著 他跟匪若圈一樣有才華 只不過他的才氣 全部都被郡主高貴的身份所掩蓋 所以大多數人只知道匪若圈的才華 他跟匪若圈是無話不講的歸宗物友 先前是跟匪若圈的交談之中 陸陸續續對何小羽有了一點了解 他最感興趣的 並不是羽圈印刷術 羽羽美容院 亦是和小羽寫給匪若圈的古怪情書 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古怪情書 雖然有點操作 但是透露著某些人的才華 真誠、好方和不羈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孝主棍主心中 已經不知不覺對何小羽生出濃濃的好奇之心 一旦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產生強烈的好奇感 就會越來越想將一個人了解得透徹 這個就是人的好奇心作怪了 當然,幾大造福天下的驚世大發明 令到他對何小羽欣賠不已 一早就已經將何小羽想像到十分完美 在他的心裏面 緣姐姐也是完美的才女 只有完美的男人 才可以配得上圈姐姐 他心裏已經先入為主 不知不覺 亦將何小羽想到非常完美 當日 在府內的詩會上 何小羽大出風頭 孝主棍主亦即時荒心震撼 就像其他少女一樣 對他盲目崇拜 而月圓之夜 在觀月樓上 何小羽再出風頭 被皇上遇風思仙 令到孝主棍主對他的盲目崇拜 可以說達到了巔峰 在每日 他都在上風設法 打聽著他的種種傳聞 反反複覆重念 他所作的流傳千古的佳作名詩 世世品味詩裏面的韻味 甚至乎是茶飯不思 腦海裏面 全部都是何某人 瀟灑至極的身影 幾乎是走火入魔不能自拔的瘋狂程度 不知不覺中 他已經無可救藥地喜歡了孫姐姐的微婚夫 這件事 真是令到他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 這個深情的一吻 令到孝主群主已經迷你起身 他甚至乎主動迎上去熱烈地回應 火辣到令人難以自信 這是他和異性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這件事令到何小玉感覺到 他有些現代女性的熱情和開放 這個這麼香艷的情景 如果自己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豈不是很不尊重對方 何小玉也不再拘謹了 用自己最大的特色 頂住了孝珠郡主的重點 明知過幾日就要大婚 成為那個萬人羡慕的太子妃 但卻卻無冤無悔 就算不可以一生施首 但是將清白的身體 奉獻了給自己所愛的人 一生還有什麼遺憾 還死無悔 微微的痛感 令到他從天堂回到現實 不敢留下了幸福的熱淚 此身此心 全部都屬於心愛的人 還有什麼遺憾 他要永遠地記住這一刻 直至死亡 當起身穿衣服的時候 何小玉將他緊緊湧入懷 孝珠郡主將頭靠在他的胸口上 兩隻手緊緊抱著他的腰 很用力 好像分手之後 就要天覺一方 鐵綠叔他們就坐在台階上等著 摩主 伴隨著孝珠郡主上桌那麼久 之間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並不想知道 但是就一清二楚 他們所有的信念 就是摩主的安全第一 但是 其他極其不耐煩 來來回回在樓梯上轉來轉去 將鐵綠叔他們轉到頭暈眼花 幸好 這個美女也識趣 沒有霧妹地上頂層打擾 似乎過了一個很漫長的世紀 當他見到何公子和郡主先後落下 這下夜他才定歌台友 不過 他見到郡主的面甲紅紅 神態有點疲倦 又扭靈 又透露著一些怪怪的神態 令到他一時間又說不出什麼感覺 郡主抽波如水地看著何公子的眼神 帶著柔柔的柔情 似乎 兩個人在上面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曖昧發生 郡主他萬金之軀 不是他這種下人可以管得到的 要知道的 自然會知道 不該知道的 自然就不可以知道了 最好就是保持沉默 受到郡主的影響 他對薄學多才的何公子 一樣是如此崇拜 甚至乎中英偉 郡主和何公子 才是天造一對 地設一雙 可惜 郡主已經去了給太子殿下 過幾天就要成婚 唉 真是造花弄人 將郡主護送回皇府 何小羽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他心情非常沉重 那幾天 孝珠郡主就要成婚 成為太子妃 這件事他真是不願意看到 孝珠郡主已經成為他的人 自己唯有眼白白地看著 他嫁了給人 他腦海裡面 瞬間閃過了無數想法 但是 想來想去 都只有搞定太子的想法 為了孝珠 沒有辦法 唯有博一博 但扯扁魔托 他轉頭對著鐵綠叔說 派人通知郡主過來 我有事要商量 難得見到魔主那麼認真和嚴肅的表情 鐵綠叔也老懷安慰 肯定是有緊急的事情要做 鐵綠叔即時領命 馬上派人通知郡主過來 賀小月順便去了一趟兵部 他叫兵部司馬總監大人 訂了一批歐廉槍 才回到自己的府上 等候油光的到來 回到府裡面 在莫言他們的面前 他扮到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行刺太子殿下 難度非常之大 風氣更加高 嗯 莫言他們 一定會堅決反對 這件事唯有自己偷偷地做 賀小月坐在後院的糧亭上 偷糧 看著安樂母 陪阿楓在當千秋 千秋搖蕩 衣絕飄飄 長髮飛揚 阿楓開心到劇劇聲在笑 根本都看不出 他是一個傻的女人 唉 這麼美的女人 竟然是個傻婆 可惜 可惜 賀小月不禁地嘆了嘆氣 這個時候 後門都打開了 鐵綠叔陪著一個老亨 趕著一輛 裝滿柴火的牛車進來